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各位收看我们魔术达人书这个节目 我是主持人萧凯 今天邀请到我们是一位 鼎鼎有名法力无边的亮亮魔术师 大家好 我是亮亮魔术师 是的 今天难得邀请他 就来帮我们表演一个非常神奇的魔术 请问是什么魔术呢 我今天要来表演的是独心术 独心术 那怎么变呢 是这样子的 我要用这个复刻牌 我要透过复刻牌来去猜一猜 东东老师心里在想什么 要猜我心里想什么 这么神奇 那我们事不宜迟 赶快开始今天的魔术吧 好好好 来 我讲一下规则 好的 那我们的规则是这样 我这边呢 我用了27张的复刻牌 因为我没有用很多 因为怕时间的问题 那等一下呢 我需要东东老师帮我们抽一张 抽一张牌之后 但是我都不看 都不看 然后呢 我只要问三次问题 我就可以知道 东东老师抽的牌是什么样的牌了 哦 这么厉害 好 那我们开始吧 我们先来请东东老师检查一下 这个是不是有机关呢 OK 它是一个非常正常 应该是正常普通的嘛 只有27张 我可以洗吗 可以 帮我洗一下好了 好 我把它洗干净 而且都穿短袖哦 对 洗干净 洗干净 好 OK 好 那我们就开始了 好 那我现在要这个显示牌 OK 让东东老师抽一张 好 我选一张 选一张 OK 那Tag给镜头看一下 小一点的好了 小一点的 你怎么听到了 你怎么听到了 小一点 好了 我知道 小一点 好 OK 那把它插进去 放回 插进去 那顺便帮我洗一洗好了 换你洗 换你洗 好 来来 好 用力洗一下 洗洗洗洗 需要水洗吗 找不到水 好 没有 开干净了 我们就要开始了 好 好艰难的问题 好 我们开始要读新术 对不对 先稍微偷偷 偷偷感应 连线一下 OK OK 那我们开始分三堆 那同学你在这个玩的时候 你记得 你就先要给你的伙伴 去参与游戏的同学去洗牌 然后再开始分三堆 那这个我们总共有27张 所以27张当然是3的倍数 93 27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来问 第一次的问题 好 问东东老师说 到底他选的牌 有没有在这一堆里面呢 各位观众有吗 好像没有耶 没有 好 OK 没有 好 来 我们再问第二堆 哇 真的没有吗 好紧张 万一等一下 会不会够在里面 会不会读不到新 洗太干净都没有 应该 这个好像也没有 这个也没有 好 这个也没有 那应该就是在第三堆 对不对 也没有嘛 也没有 就可怕了 有有有有 各位观众有看到这张牌 所以有 有 OK 有 如果没有的话就 魔术就成功了 就消失了 对不对 就消失了 好 那来 我们来 刚刚第一次已经问完了 对不对 那我们来做第二次的分堆动作 一样哦 同学你在玩游戏的时候 也是把它分三堆 那同学你常常在学很多很多魔术 我是觉得啦 你把数学学好 那相对的 你也可以学到很多很多数学的魔术 好 可以去玩玩看 同学自己可以试试看 好 那我们快速的分完三堆了 好 那我就开始来问哦 好 第一堆 来这个问东东老师 弦的牌有没有在里面 有在里面吗 没有耶 哇 我今天运气真好 对 都没有 真的没有 都没有黏在一起 没有 OK 那来看第二堆 有没有在里面呢 好 来 有 有 在里面 我不能指哪一张 对不对 其实我现在目前也还不知道 对 因为你都是背面 对 因为我背面是看不到 好 那我们来 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的分堆动作 好 分三堆 这个同学你如果有创意一点 以后弄多一点这个牌的话 你看可以分六堆之类的 可以到六堆 蛮耗时的啦 大家可能睡早 所以我还是会分三堆 好的 好 那我们最后一次的问题 好 顺序没有关系 顺序其实没有关系 好 我就问说有没有在这一堆当中 好 OK 有没有在这一堆当中呢 有 有 太幸运了 好 来 你选的牌是哪一个 来感应一下 感应一下 感应一下 好 那我感应出来了 应该你选的牌就是这一张 对 没错 太厉害了 对对对 怎么这么神奇啊 还是可以 真的 还小 还是一直说要选好小的牌 被发现了 这样子你也可以知道 OK 很厉害很厉害 对对对 好 那今天魔术 那到底是怎么变的呢 可以跟我们大家破解一下吗 对 好 那这样子好了 我们等下下一段 我们就来跟同学讲一下 这个魔术到底是怎么破解的 好的 好的 OK 好 接下来我们来破解一下 这个魔术背后的原理 究竟是什么呢 好 那我现在就来大公开 这个魔术 读心术了 好 OK 好 那刚刚我做的动作 我们再把它做一遍 不过我们现在反过来 就是让东东老师选的牌 跟我们这里是不一样 就是让它打开 好 好 那假设呢 你第一次还是要洗牌 洗牌 洗牌 假设你洗得很均匀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就打开 让东东老师去选 那同学你在做的时候 当然啦 你就打开让这个同学去选牌 那其实因为这一次只是说明 所以我们就随便选一张牌之后 对 我们反过来表示 嗯 我们选的是这一张牌 然后等一下同学 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这一张牌 到底是怎么被找出来的 对 好 那这样子 刚刚我是不是说 要做三次动作 对 那在第一次的时候同学 你可以去洗 都毫无问题 只有第一次可以洗 后来不能洗 后来洗的话你就不见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第一次去洗 然后呢 我们就开始分三堆 对 刚才有说到分三堆 就快速的分三堆分完 那同学 你就可以看看 你就可以观察得到 其实啊 你选的牌 会第一次 其实你还看不出来在哪里 看不出来它有什么特性 你看 第一次你看 在这里 好 它出现在这一堆 这个位置 现在目前是在这一堆 好 那我首先会问啊 问说 这个东东老师 那请问有没有在这里面 没有嘛 那当然就没有 对的确没有 那我就随便再问说 这个当然也没有 也没有 就在这一堆 对 那我就会打开问说 东东老师 有没有在这一堆当中 有嘛 在这里 对 就是这一张牌 有的 好 这一张 这张反过来的 那如果有说在这一堆里面 那我们就要把这一堆牌 放在这两堆的中间 要放在中间 要放在中间 那这样才完成第一次 好 那第二次 我们再来看 那张牌会跑到哪里去呢 好 那我们再来发 好 你看喔 同学你可以观察看看 其实你看我这一次发 它已经跑到哪里了 在中间这一堆了 跑到中间这一堆了 那其实有时候 最多最多 因为它是三的倍数嘛 就是要做 它有时候 也许第二次 它还是在另外一堆 那等到第三次 它才真正会落到中间这一堆 那这一次的确是 我们运气比较好 那我就可以依序问说 东东老师 有没有在这一堆 有没有这一堆 应该没有嘛 那所以再问说 东东老师 有没有在这一堆当中呢 有的 就是这一张反过来的 对 就是这一张 这张七嘛 OK 好 所以这一次是第二次 第二次 我们就再把这一堆牌放在 中间 还是要放在中间 东老师要问你 这个每次都把它放在中间 那用到的数学原理是什么 好像是要把东西夹到中间 还是去逼近什么东西 去逼近我们要的嘛 对 我们数学里面有一个叫 十分逼近法的东西 对 十分逼近法 金凯老师 那我们等一下 等一下把它讲完 再来讲十分逼近法吧 没错 我们等一下再解释一下 赶快让金凯老师先 让我准备一下 准备一下 准备一下 OK 好 来 好 那现在同学有没有观察出来 其实没有关系 他应该在 反正他在某一堆当中 那我觉得问说 有没有在这一堆 第三次问说 有没有在这一堆 OK 就在这一堆里嘛 那其实你看 其实现在没有在中间 没有关系 因为他其实已经落在哪里了 落在这一堆的什么 中间 同学 这一堆有九张牌 那九张的中间就是第五张 一二三四五 第五张牌 你看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 原来你抽到的牌是在这一张 OK 所以一定会落在中间的意思 一定会落在 因为我们刚才前两次 不断的把它放在中间 再去分的原因 他等于是有一种夹的概念 对 那十分必进法 运用在这上面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来一下 来一下 就我记得的是 十分必进法呢 在我们之前学到 根号那个数字的时候 根号二 根号二的话 大概就是一个正方形 如果面积是二的话 边长就是根号二 那这个面积是二的正方形 当然会借在面积是一的正方形 还是面积是四的正方形之间 对 一到四之间 对 所以说这样子想起来的话 根号二应该会介于一和二之间 对不对 好 那可是如果今天我想要再求更精细一点 就是根号二到底是多少的话 对 那我就再去找 接近面积是二的正方形的边长 对 再加一下 再加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找比如说1.1的平方 1.1是1.21 1.21 1.21没错 1.2的平方是1.44 对 还没到 1.3的平方 1.69 还没有到 1.4的平方 1.96 还没到 1.5的平方 2.25 超过2了 超过2了 所以说呢 我们的根号二会借在1.4到1.5之间 哦 所以慢慢去把它夹到1.4跟1.5之间 我们就可以知道它是在那个范围里面了 是的 这一招就叫做十分逼近吧 哦 那这样我们一直可以做下去 可以做到小数点以下第几位呢 哦 随便你一想多少觉得都可以 可以一直夹一直夹 夹到无限夹下去 1.48的平方 1.42的平方 慢慢走 好的 是的 好 所以这个魔术跟十分逼近吧 到底有什么关联 请大家呢 就回头好好的想一想了 好不好 那我们呢 这个节目也该到一个段落对不对 是的 那我们的魔术导演秀到这里 告一个段落 咱们下回见 拜拜